30公里距离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 是我援助尼泊尔的两个野战医院 也会通过这条路 这就意味着在尼泊尔地震当中 受伤的人员也可以得到一个及时的治疗 在今天中午12点的中旅商方代表 和当地的民众也有一个简单的通知活动 那么这个救命园员也会把一些 大米 方便食品免费的发放 我国境内的中离公路的打通 整个中向加德满都这条通道全线打通 这就意味着之前南进来 那么现在中离大通道的打通 就意味着救援物资可以源源不断地 通过这条路送进到迪本北部山区的重灾区 我们也了解到就在这条道路上 我们可以看见有84公里 就在今天中午这条大通道 从张目口岸通离大通道 在今天中午全线打通 恢复同行 我们知道从中国到尼泊尔 有三个主要的口岸 一个是90%的房屋出现的倒塌破损 你看这个房屋的